欢迎收看投资印总经 近期美国通膨降温 在AI的浪潮下 科技类股迎来一波上涨 反观中港股市却维持着下坠的走势 面对经济衰退的状况 中国未来会走向北韩式的闭关锁国吗 近期人民币最弱的时候 曾经跌到7.28对1美元 人民银行防守人民币汇率的方式 就是先暂停签订汇率互换协定 并又使空投进场 最后快速拉升趁机嘎空 这样一来不仅能避免市场一路走跌 使汇率形成多空拉锯的震荡走势 还能防止人民币被市场投机客大量抛出 不过人民币长期贬值的趋势 就能因此得到缓解吗 我们先来看6月中国的进口数字 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年衰退6.8% 出口衰退12.4% 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7.89% 由此可见 中国贸易顺差的减少 已经形成难以逆转的现象 再来目前国际美元一年定情利率超过5.25% 这波人民币升值到7.15对一美元左右 幅度不到2% 就算是追涨换美元的投资人也没有亏损的压力 如果说人民银行真的要打赢人民币保卫战 那可能要先把汇率拉升到6.9对一美元的价位 才比较有机会 解析完人民币长期贬值的趋势 接着我们来看中国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年增率是0 其中细项食品涨了2% 交通与通信跌了6.5% 这个数据并不健康 因为食品的上涨代表其他消费被挤压 而交通下跌则暗示了旅游观光不好 两者共同呈现则意味着服务业会持续萎缩 这样的话失业率也就很难下降 再加上我们上一集所说的 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如果要挽救的话 可能要先任劣坏账 并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 不过目前中国政府不太可能这么做 为什么呢 我们进一步探讨 以前在朱镕基时代 中国可以清理坏账 是因为当时准备改革开放 有很便宜的土地可以挥霍 但现在土地已经没有人要买了 再打一次坏账 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支援 还会动摇人民的储蓄 所以中国目前是维稳重于一切 换句话说 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考量 不是解决经济层面的各种问题 而是维持执政 只要能够维持统治 但是就算转型成北韩模式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看到近期人民日报的社论 都是在鼓励青年吃苦奋斗 像是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或者是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发挥光寒热 这很明显是文革式的农村下乡号召 而不是改革开放式的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再加上同样面对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中国和日本也有两大不同 第一 中国房地产账面上的价格 与实际市场价格差距很大 如果政府要印钞就是 要印多少 恐怕无法估计 第二 日本虽然在1980到90年代被美国制裁 但其实美日安保条约的军事同盟关系 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被移除供应链 又保持着抵失业率 还能透过不断加班工作 来修复资产负债表 而中国现在的处境 明显比日本当时更加糟糕 总结来说 人民币长期贬值 经济数据不佳 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 目前都没有看到转折的迹象 中国又不能走向日本式的30年调整 因此中国政府要坚持维持中共统治的前提下 也许就只剩下走向北韩式的闭关锁国这条路了 台湾们 你认为中国会走向北韩式的闭关锁国吗 A 不会 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没有走向内循环经济的必要 B 会 中国无法解决衰退困境 闭关锁国是迟早的事情 C 中国政府根本无法预测 留言告诉我们吧 今天的投资印总金到这边告一段落 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